中哈两国军事合作自哈独立后便已开始 在20世纪90年代 集中表现在边境安全合作 尤其是通过中、俄、哈、塔 即建立的上海五国机制 在边境地区采检军势力量和加强透明度 增加互信程度 进入21世纪后 中哈军事合作重点 是打击三股势力 比如举行联合军演 建立政府兼安全合作机制 提供军事援助等 随着中国军工水平不断提高 哈对中国的先进国防军工技术越来越感兴趣 哈国防部长贾克瑟别科夫访华时曾表示 希望与具有竞争力 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和完整产业链 具备技术维护和维修网络的中国军工企业合作 但希望能在哈本地化生产 亦由于中哈国防工业合作起步相对较晚 当前合作规模不大 为打造小儿精的武装力量 哈急需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实现高精度 自动化和数字化 对本国防工业提出 既满足强力部门需求 又开发海外市场的任务要求 因此 对拥有先进技术和资金实力的军工企业 有强烈合作需求 中国企业恰好具备此条件 并在哈方需要的数字技术 无人机 装甲战车 电子和铜械等领域的技术产品性价比极高 可以说 中哈国防工业具有较强互补性 加上两国一带一路和光明大道对接战略提供的政策优惠 和良好投资环境 本着和平利用军工产品的原则 未来中哈国防工业 可在军品和军民两用品生产和贸易 技术交流 人才培养等各领域 有广阔合作空间 第一 以灵活理解国防工业合作的范围和内容 应即包括与整个武装力量 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合作 涵战军队 边防 警察 安全 和 宇航等 也包括与各个具体的国防军工企业的合作 凡是由两国认定的军工企业所开展的合作 均可纳入两国国防工业合作范畴 基础武器装备外 还有民用品和军民两用品 多年来 中国军工企业一直希望打开哈国市场 生产或出口导弹 无人机 坦克 雷达 激光防御系统等 具备机动突击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拳头军品 以及有系交通 电子 通讯 摇杆 导航 防灾减灾 反恐防暴 安保 军需后勤 数据网络 技术解决方案等民用产品 中哈两国军事